頭位的幾輛車分別 現在最左邊是麥堅尼斯 左邊第二輛是奔衍 而黃色這輛中間是右邊的 第二輛是謝菲茲 最右邊是摩利神 隨時起步了 滾一聲了 一轉動就來了 轉動就來了 沒錯 一來就一場大家是爭先恐後了 4號 看到麥堅尼斯是拧了出來 麥堅尼斯所開的車 就是Honda最新款的CBL960 是燃油噴射的 是 如果這輛車有銀碼多少呢 是 不可以估計 起碼都是二、三十萬個外的了 那看看在第一圈裡 普京有沒有意外發生了 暫時未到普京 之前一直都很好 是 到了… 是 是一個 不過這些不會影響賽事的 沒事… 沒事 滾了出去 上行車都滾了出去 所以影響不到後面的車手 影響不到 那上加斯拉裡面 看看重生方面 又會不會有意外 但是前面都是麥堅尼斯 帶著奔納在第二位 是 是 是 下市高域 是 大業門 有時 在比賽初段 你不能夠搶了出來 在車群裡面 很容易發生意外 現在上面 上了重生段 就看到麥堅尼斯 後面的奔納跟著他 再跟著就是 巴夫 和謝菲斯 剛才 下市高域 他那個意外 是給了其他 這個車手 是一個… 是很警惕性的 又要的車手 是中西… 整堆 正如我都說 在重生 這個情形 紅旗出門 可能會 因為全部封了 所有跑道 四輛炒馬一碟 我就看到有幾個 日本仔 日本寶山右界 另外還有就是 戴成桂 大聲公 我們叫做 大聲公 四輛炒馬一碟 下面不知道 當然要繼續來 賽事 麥堅尼斯 經過第一圈 看來他已經可以 所以在第一圈 是排到頭位回來的 哇 如果照這樣看 麥堅尼斯 會越大越遠 因為他的車 是… 是比拳家的車手 是絕對優勝的 他用的這個 都說 是本田最新的CBR 960 那麼他呢 在第一圈的時間 是2分34秒7 而第二位的奔納 就比他慢 是2秒鐘左右 是2分36 而謝菲斯 就是排在第三位 但是跟頭車 落後差6秒 是啊 你可以看到 無論在人車方面 四路的麥堅尼斯 是絕對優勝少少的 而且他起步的時候 就在最左手邊 他一出的時候 就能夠很快的彈出來 切回來右邊 拿回很漂亮的線位 所以一直在前面 就不怕 他因為離了車群 所以不怕 讓後面的車有什麼意外 或者碰撞的時候 是影響到他 因為這場賽也有很多車 四十幾架車 分兩組 是的 有一組叫做S&S 那些是600cc的車 變成這場裡面 也有一種叫做 Qualify Time 那個叫做 試車時間 以我們網絡資料 有四五位車手 因為時間不合到 這個大會的標準 是disqualify 所以慢車就不准玩 對 其實這個是對於車手 絕對安全 是保障的 嗯哼 那現在看到 是頭車和二車 二車和第三車之間 都有四至八秒之間的差距 那如果說 這場車來說 四至八秒的差距 是很重要的 特別是在第一圈裡面 剛才看到 就是剛才發生意外 那個 那個是摩托園裡面 是的 那這個工作人員 就立刻撒了 他的份量 但是我相信 他這次 以外發生之後 這個彎 很多車手 會慢了 是 是 因為在彎中間 很多粉 是會滑的 那這個情形 相信對賽的時間 是會做回 沒有往年那麼高 是 你說到的賽道 你有沒有聽到 車手對這個賽道 有甚麼批評呢 有 有 他今年的車手 就說 上加斯蘭和進去 這個嶺南方面 有很多油漬 還有很多 是那些油 不是油 是那些叫做 油漬 油漬地下那些 在彎中間 很多車手都投訴過 但是沒有效 好了 那下去 就看看前面 是頭車 這位就是奔納 他第一個圈的時候 就是 第二位 現在 他也是緊守第二位 因為前面 遠遠 麥堅尼斯 在這裡 第二個圈 麥堅尼斯 將時間縮短到2分30秒6 而奔納就2分32 他們之間的相距 就有3秒左右 可以看到 從這個圈看到 麥堅尼斯 和奔納 那個車都差1秒多 接近2秒 是啊 那月哥 反而在二三位之爭 可能可觀性 是比頭位更加精彩的 鍾仔… 如果頭車給麥堅尼斯 是, 怎麼樣 沒有, 我們這邊 我看得很精彩 我看到 車手之中 很多都是英國籍的 這也是他們的傳統 他們玩電單車 比較豐勇一點 是的 這些車手 全部是習慣 英國賽道的 叫做… 我們是有街道 是 因為他們的賽道 是分開街組成的賽道 和… 好像我們是… 賽場 這些車手 是習慣 是騙過很多人 是街道混合而成的 是 所以他們是很習慣這個賽道的 是 那發現這些車手 有機會落到正式的賽道 可能是沒有這麼快的 是啊 而且你看到現在很多的英國車手 其實在澳門車來說 他們是常客 很多 譬如 而賓納已經是第三次參加澳門車 即是現在排第二位 你說他對賽事的賽道熟悉程度 就是看著這輛賽道的變化 可以這麼說 這輛車就提早畢業了 是的 就是米娜 米娜 這也是一個很高班的車手 他的車是寧木的Suzuki 但沒辦法了 沒辦法了 已經要退出了 哇 蕭錦托 是 是 你那邊看到情形非常精彩 我想問一下 這輛賽車方面 這輛新的960 會不會有其他的對手 可以威脅他 有 他的對手原本有一輛 是德吉利的Diocati 是 也是960 但是如果在這輛跑道裡 我相信這輛CBR960 是比它更好 因為在調校方面 這輛車是二個Diocati 嗯 那用這個直接吸引有什麼好處呢 這個直接吸引有什麼好處呢 它是燃油噴射 跟以前那輛的化油器不同 這些全部有電腦設定 嗯 每一輛車 它有一個計劃在這裡 設定所有輛車的所有資料 所以現在鬥車 就不是鬥機器 全部電腦化 全部電腦化 包括避震、燃油噴射 全部都有電腦是做這個 這個analyze的 那剛剛呢 是賽完了三個圈 那這個 麥堅尼斯而保持著 是2分30 那第二位的Bunny 在上個圈 就快了少少了 去到2分31 那而這個謝菲斯呢 就依然排在第三位 那似乎呢 到目前為止呢 這個形勢呢 是都是這樣 那或者呢 在這個 變了賽事裡面 可以這樣覺得 英國車手 肯定會 按照現在的情況 可以包辦前三位 厲害 那巴夫 這個德國車手 去年呢 一直都保持在這個 第六名 那後來因為壞車 結果呢 就是沒有法 即是沒有法 完成這個賽事 那現在來說呢 就處於第四位了 那麥堅尼斯 排位 那麥堅尼斯 那麥堅尼斯 排得不錯的 這個摩尼神 為什麼會這麼頑皮呢 但他上不到位 對 下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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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到第十位 那麥堅尼斯 在澳門最… 那麥堅尼斯 那麥堅尼斯 在澳門最佳誠 那麥堅尼斯 這麥堅尼斯 那麥堅尼斯 那麥堅尼斯 exemplo 那我們看到過 也看到他們在鬥 當然中心也有澳門熟悉的車手蘇社雄 他也是代表中心車隊 國族這場賽事 但他國族這場賽事 當然他也不是走最頂級的 也是計六百思思那組 對,他駕駛藥馬 這位是中國車手王世超 81號車的 接著是蘇社雄,30號 接著後面是他的隊友 是來自印尼車手陳漢昌 鏡頭終於捕捉到謝菲斯 印尼車手的正式名字叫陳漢女 不是槍,是女報的女 陳漢女 因為他的名字很奇怪 為甚麼呢 他的母親是潮州人 他父親是印尼人 他是混血兒 所以他有個中文名叫陳漢女 好了,看看這個賽事 巴夫說現在我們看到他 這個二號 二號這個是謝菲斯 我以為是巴夫 不是 謝菲斯 他也是一人毒酒 看來他威脅不到班納 但是巴夫也威脅不到他 看來他的第三位就很穩陣 但是班納又威脅不到他 對,就是頭幾輛車 他有隔離 對,大家都有這麼長的距離 就變成很少看得到 好像今早那場賽事 就互相撿位 互相超前 變成這些鏡頭 就很難捕捉得到 唯有看人比較 或者落後一點的車 會不會欠名次 反而會有一番追逐 現在這個二號車 這個黃色車,這個紅色 這個當然帶頭的麥堅尼斯 一時落場鬥車 好像他們帶頭的樣子 可以說很舒服 可以說很悶 可以說很悶 舒服就是前面又不用追人 後面又沒有人追人 但是沉悶就不能鬥 自己在這裡跟自己跑 其實這樣說也挺難創 沒有人逼得到他 尤其是帶頭的 要保持自己的位置 保持均衝 保持均衝 就是穩陣一點 對 要不然這個時候發生什麼意外 或出錯就很無謂了 龍花在第五位 龍花在第五位 這個史國 史國在第六位 摩利神追上來 起步起得頑 摩利神從第十位追上去 這個第八位 真的這個四號車領前很多 領前很多 這部本田 以我講的賽程來說 剛才那場很大很多 四輛車互相追逐 這樣 麥堅尼斯第四圈 做出來的圈速 已經做到2分29.173秒 一開始接近他排位賽的時間 已經 應該是超越了 2分29 排位是2分28 2分28 這個就是剛才力奇所說的 印尼車手 31號車的 對 他們在這裡玩 對 因為他們這班 反正後面也鬥得更重要 對 後面那些 他們在珠海 和泰國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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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賽事看來跟我們之前預計有一點差距 意外是很少 因為如果是第一個圈的時候 夏士高域撞出的時候 打橫跌就會影響整個賽事的戰績